警方大喊要嫌犯下车乖乖就犯 并将强压上车的陈姓男子救出 事发在5号凌晨 陈姓男子驾车载自蔡姓女子 行进前镇区翠亨北路时 与严姓男子发生行车纠纷 严姓男子气不过 绕了朋友供七台车追赶陈姓男子 一群人先是拿棍棒砸车后 又把陈姓男子拖下车带走 同车的蔡姓女子吓得立刻报警求救 陈姓男与蔡女开车途中 以花生行车纠纷 行进概率断时 招七台车南下并砸车 陈姓男子招带走 本分局领养分局与刑警大队侦德队 立即组成专案小组 扩大调阅监视器 以车追人 附游警网 南查 一车两人 查契严姓及一代姓组前道案 另外陈姓被害人手部受伤 送医疹至终 专案小组已锁定特定对象 目前积极查气中 警方到场后 一行人已经鸟受散 警方立刻组织专案小组 并在一小时内将主嫌 严姓男子逮捕归案 其余的嫌犯目前还在追气中 当早